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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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是在平定江南之前 宋没有灭亡之前 忽必烈命令高丽 在高丽设立了争东行程 从高丽穿过对马海峡 到达了日本的波多湾 最后呢 这次失败了 那么这一次呢 日本人 因为日本人非常重视他们国家的历史 他们专门对这一次战事 他们有个记载 他们把它叫做文勇之意 文化的文勇源的勇 那么忽必烈遭到失败以后 他并没有甘心 所以到了南宋灭亡以后 忽必烈接收了大批的南宋的水军 他觉得自己力量非常壮大 所以在治元十八年 他又命令 南宋的首领 新都 带着南宋的降将 水师的将领 范文虎 带领斯东万援军 从江南出发 那么这次 我们讲到的 由于援军内部的矛盾 高丽方也派出了军队 两军会合 在博多湾 在今天的阴岛附近 遭遇了台风 最后又失败 那么这一次 日本人也有记载 叫做红安之意 红阳的 安全的 叫红安之意 那么红安之意 并不是依靠日本人的 坚决的抵抗 而主要是靠 依靠了突如其来的 热带的气旋 靠台风 所以日本人 当时的日本人 把这一次突如其来的台风 给他起了一个名字 叫神风 就是上天保佑日本的 这个风 神风这个名字 对我们不陌生啊 在二战最后阶段 美国人的 这个太平洋的海军 实行越岛作战 从进攻菲律宾开始 日本就晓得自己的军队 海军已经不能战胜 美国人了 就组织了自杀飞机 这个自杀飞机叫什么呢 叫神风突击队 为什么呢 就是日本人 心目中中老记住 当年 在绝对灭视的情况底下 援朝这么强大的力量 靠一股突如其来的台风 把敌人给吹垮了 那么我们这个突击队 我们这个自杀飞机 就像当年的美国人 没有预料到的 那个台风一样 要靠重击美国军舰 当然是做梦 是吧 这个 我 去年冬天 我在日本的九州 我在那里开会 九州的富冈 这个 我们住的招待所方面 就有一片 日本的神社 神社里面就有 日本的什么东乡平扒郎 就当年那个 日俄大海战的 那个日本的元帅 他要祈祷什么神风 什么东西的 日本脑子中间 就是这个迷信 所以我们讲的题外之话 这是第一次 对日本的征服 实际上进行了两次 巨大的战 重大的战斗 那么然后是对这个 这个 而 志元19年 对越南南方 赞成的 这个征服 那么志元29年 忽必烈的晚年 对 枣蛙的 征服 那么这三次 巨大的 海外军事行动 那么它体现的是 体现的是什么呢 体现的是 这个大规模的 舰队的 这个组织能力 长途的 补给 船和船之间 要保持联系 保持队形 要能够 基本上同时到达 另外呢 海战和陆战 相结合 你运取 除了这个海上 可能遭遇敌人 还要带上大量的 陆战的军队 今天我们讲的 海军陆战队 所以 这个大规模的 海外军事行动的能力 这个在元代 已经具备了 这是我们要 回顾一下 那么在 正合时代以前 为什么 会具备了 这样大规模的 这个海外 这个军事行动的能力 原因是什么 那么我们如果从 这个航海的科学技术上 我们发现 在汉唐航海的基础上 在正合时代以前 又有了很重要的发展 第一 就是导航术 那么导航术 我们曾经讲到 在这个新的导航法 没有出现之前 这个船舶在茫茫大海中间 主要是依靠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就叫做 这个地文导航 第二呢 就是天文导航 地文导航又叫路标导航 也就是看 定面的标志物 那么这一点呢 在我们 这个中国的 这个 传老大 这个周诗 是世代相传的 他并不因为 有了新的导航术 而把自己传统的 这个导航术就丢掉了 那么 南宋的 这个 一个作家 他的名字叫 周去飞 他做过一部书 叫做领外代达 专门记载 这个广州 外藩 外国的那些事情 他说 这个当时的水手 要辨识 在船上 要辨识海外的地理 那么 在海上 如果在薄雾中间 看到了 隐隐有山 那么这个时候 他所认识的 这个 诸三国 都在空端 是个虚无缥缈的 那么如果 说 我要到某一个国家 那么一般是 记载是这样 顺风 多少天 就会看到一座山 某某山 然后到了某某山以后 这个时候船 就要向某某方向 拐弯 就像我们今天 我要到某某人家里去 别人告诉我 啊 你到了某某路口 看到了一个什么饭馆 到了饭馆 像要走一样的 要拐弯 那么 这是通常的情况 但是有的时候 顺风 有的时候风太大 那么船行的速度 就要加快了 这之后 虽然 还没有 我们这个 具体的文献中间 所讲的 顺风某某日 这个时候 当你看到了某某山 你也要果断的 转行 就若遇 疾风 虽遇足日 已见 某山 亦当改方 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传老大在出航之前 心里已经有数 如果我要到柬埔寨去 我从广州启航 绕过海南岛 我走先 我要看到 昆仑 昆仑岛 也就是所谓昆仑 海上的一个山 预计 是要走15天 但是可能风很大 我即使没有到15天 我看到了这个岛 我确定 它已经是 昆仑了 就是我也要 这个 果断的 向西转 否则的话会怎么样呢 否则 错过了时机 它就叫 周行太过 错过了时机 错过时机以后 有什么风险呢 他说会 无伤可返 因为你只有 这个航行等于是 买了一张单程火车票 你看到错了 你回不来的 因为这个风向 就是把你这样吹的 无伤可返 回不来 你如果错过了时机 你一直往上南走 走到一个 不知道的地方去了 那么这个时候 由于是你一个 不熟悉的水域 海情不熟悉 很可能 飘至浅处 搁浅 或者呢 获益 暗时 暗中的石头 就是暗礁 说当瓦结椅 像瓦一样的碎铃 这个船啊 它的载重是很重的 它在水里面 由于靠水的力量的托举 这个船是不会坏的 但当你到了一个岸上 这么重的货物压在上面 这个船撑不住的 船就散掉了 它就底下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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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泥沙托在上面 所以船搁浅是非常危险的 那么这是 这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路标导航法 虽然有了磁罗盘 虽然有了天文导航法 但是我们中国的 古代的这个舟师船老大船长 始终保持着 这个路标导航 或者地文导航的这个传统 一代一代的往下船 这是第一 第一个非常重要的 继承了前代的船头 这个时代比较重要的发展 就是海途 海途 今天英文叫CHART CHART 就是航海要前往某一个国家的 这个航路指南 我到了 从阿拉伯 我到了亚军 过了红海 这个时候我要走多少船 行多少度角 行多少公里以后 就是我又要转多少度角 这个就叫海途 CHART 那么这个海途呢 应该是在宋代左右 出现的 这个 在这以前 在这以后有 是毫无疑问的 今天保留的海途 最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正和下翻图 就是正和航海图 像一个万里长江图一样 一字展开 这个图中间并不表明东西南北的方向 他把从南京的龙江湾 一直到波斯湾 他把用一个长卷 像个国画一样的 万里长江图一样画出来 他只是到了某一个港口 他写明多少度多少度 他并不表明一直是向东航行 最典型的就是这个 那么在此之前的 那么我们需要在历史资料中间来追寻 历史资料中间 首先唐 有没有 我们从黄华四大记中间描写的记载中间 一个字也没有提到 那么所以现在我们怀疑 可能唐太不一定有 这是第一个 宋代 有了明确的记载 在这个 旭 自治东间长篇 中间有一条记载 说在咸平六年 北宋初 1003年 广州的地方官 曾经向 朝廷 向北宋的朝廷 进宪 海外诸番图 海外各个不同番固的图 这就是应该是一个赛图 那么另外呢 这个北宋 还有一位使臣叫徐静 他在北宋的末 他曾经受命 从开封 然后经过大运河到宁波 从宁波坐船 到高丽去 到朝鲜去 因为他 在初始高丽的图中 他看到了沿途的岛屿 航线 他都画下来图 留下来一本书 叫做宣河 奉逝 高丽 图经 那么宣河就是宋徽宗的年 年号 宣河奉逝 高丽图经 那么这个应当也就是 一个海图 他亲自 还画过 他还画过 那么特别 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个 周俱飞 他写的领外代达 他说 周诗要到某一个国家去 那么他事先知道 要航行多少天 顺风 那么 到某一个岛 到某一个山 看到某一个山 这应该拐弯 这个一定是 某某海头上的文字 否则 他为什么会说 如果风太急了 天没有株树 比方本来要走12天 你走了10天 所以说 你已经看到那个山了 天没有 天树没有到 你也要拐弯 那么这个天树 是哪里来的呢 天树一定是有文字记载的 否则怎么会预先 预先有个天树呢 所以 从周去飞的记载中间 可以肯定 在南宋的时候 这个当时的船长出去 是有海图的 海图中间有明确的记载 航行路线 告诉他怎么走怎么走 到了地方怎么走 到了地方 清清楚楚告诉他的 他讲的就是那个 而且 中间如果风走得太急了 即使没有到天树 也要拐弯 也有可能是海图上的文字 也有可能的 这是我们讲的 当然 这是我们的推测 对吧 我们根据这个上辖文的理解 我们这样对策的 那么是不是准确航海家就有呢 就用了 那么另外 这个宋默 还有一位作家 他的名字叫赵如 是 吃饮的 是 又有人把它读成叫赵如阔 他是宋朝的皇家的本家 他写过一部书 这部书把它叫做朱藩志 南宋末年 记载外国的情况 他说 我侠日月朱藩图 我空下来有空的时候 我就在看朱藩图 朱藩图有什么呢 有所谓石藏 石藏的床 石藏 长沙之险 有交扬 足语之险 我们一个个来解释 他有空的时候 翻阅了那个朱藩图 很可能 就是我们前面续知智通鉴 长篇中间所讲到的 贤平年中间 广州的地方官 向朝廷进献的 那个海外朱藩图 赵如阔看那个朱藩图 可能他海外两个字 他就省略了 很可能看的就是那幅图 他告诉我们 这幅图中间有什么呢 有石床 石头的床 有长沙之险 石床 长沙 应当就是 今天南海中间的 高雨 南沙诸岛 南海诸岛 西沙 东沙 南沙 中沙 因为它隐住在水下 珊瑚礁生长起来的 有些长出了地面 有些还在水下 这就是石床 长沙 另外呢 浇阳 足语之险 交 交通的交 交洋 就是 交州的 海洋 那么 交州 就是今天的越南北方 交洋 就是今天 中国和越南之间的 北部湾 西方把它叫做 东京湾 这个地方 足语 天足的足 那并不是 印度 它指的是什么呢 它指的是 东西足 这个岛屿 今天是马来半岛 东南的 那个奥尔岛 叫足语 天足都叫足语 所以 赵鲁 所看到的 那个朱帆图 包括了我们南海 朱岛 包括了今天的 马来半岛 这个地方 那么可惜 这个 朱帆图 我们今天 已经看不到 我们只留下了 文字的记者 第一 就是有了害徒 有了害徒